美人姐支持王世傑選立委嗎 OK啊支持啊 還支持 那你就意思說你要踐踏何志偉喔 他每四年都會出來選一次 那個時候我當他的發言人也很為難 因為就會有人講說 你選20年都選不上你還有臉出來選 你覺得參選總統是報名就可以嗎 當然不是 就是說這20年來一直有一群人不放棄對他的期待 還是希望他能夠出來帶領 美人姐支持王世傑選立委嗎 喔這是一個好問題欸 再次助選催票 對這是一個好問題啊那怎麼樣 這個問題如何 是OK啊支持啊 還支持 那你就意思說你要踐踏何志偉喔 我支持我朋友的一個選擇 不代表我是要打敗 我就要對另外一個這樣子 我支持這種初選的制度啊 我支持王世傑不行嗎 另外一些黨 天下的帥哥這麼多每個都要愛嗎 呃 沒想到可以把王世傑列到帥哥這部分 美人姐您真是 胸懷宇宙放眼天下呀 宋伯伯上一次 嗯 要出來選的時候 他每四年都會出來選一次 沒有啦 但是我們是上一個週期 對我已經跟你講 最後啦 好好好有有我知道我知道 沒有門票了 那個時候我當他的發言人也很為難 因為就是就會有人講說 你選二十年都選不上 你還有臉出來選 你覺得參選總統是報名就可以嗎 當然不是 是一個人可以參選二十年 是因為他每一次都符合參選的資格 嗯 參選資格是有門檻的 不是報名就可以 嗯 所以不論是連署政黨提名 還是政黨比例 他都有門票 為什麼 呃因為 我也就是說這二十年來一直有一群人 不放棄對他的期待 還是希望他能夠出來帶領 所以你這樣子的講法是 一種說法 但是我們從另外的事情來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不是你有 你想選就可以選 嗯 你想選二十年 我想選三十年了 問題我能嗎 不行 這有門檻 他有門票 他有資格的 宋伯伯這個競選 每次就像你講的 每次是 的確緣分到了 可是是不是有一些因緣不具足的遺憾 所以才會 每一次都是最後沒有選上 我也沒有辦法替他說這個 因緣的事情 因為畢竟那是我不懂的 但是我記得他講過一句話 就是說他認為他即使不當船長 他也不能把船弄成了